丹一顺母 二十四孝之四 朝代周朝 孝子明水 在孔子的弟子中 除了曾孙是有名的孝子 还有明水 也就是明子千 也是极为孝顺的一位 他年幼的时候 母亲不幸早逝 父亲又给他娶了个季母 季母陆续给他生了两个弟弟 或许是因为明子千 不是他亲生的 居然心深度很偏思之情 冬天 大雪纷飞 寒气别人 季母为亲生儿子裁剪冬衣时 就一厚厚暖暖的棉花 细心的装填缝制 而给明子千安的冬衣 就随便塞一些野菜的挪花 棉花和冬衣 外人一看 可 三个兄弟都穿得厚 都很暖和吧 其实 一时不慎 只听当了一声 马神掉在了地上 他吓得脸顿时变色 全身色索颤抖着 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父亲 父亲以为他做事不认真 非常生气 子千 你连马车都架不好 滚 父亲举起鞭子就来抽打他 那从小几下就把他的衣服打破了 里面的挪花露了出来 父亲一时正在那里 随即明白了一切 顿时火冒三丈 马上气冲冲的回家 就要把季母给修掉 你作为母亲 却如此对了儿子 我怎么能容你 季母大惊失色 悔不当初 明子千看到这种情况 不大没有幸灾乐祸 反而急忙跪在父亲面前 苦苦相劝 父亲 有母亲在 只有我一个人忍受鸡寒 可是 若是把他修了 两个弟弟也要遭罪 请求父亲 把他留下吧 父亲听了这一席话 百感交集 老泪纵横 子千 难得你有如此小心得心 我把他留下便是 然后 又对季母说 你可知错 若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我绝不留你 而季母 也深感名前 懂事名里 自觉惭愧 从此 他就痛改千非 将明子千 事如己出 堪爱有加 一家人和和睦睦 其乐融融 不知让多少人羡慕呢 只为人子者 然后可以为人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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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